呀好,我是小熊都了,试换个为什么,开始啦! 为什么蝴蝶可以做到没有声音的飞舞? 小朋友,你知道蚊子啊,飞来飞去总是会有嗡嗡嗡的声音, 但是花丛中的蝴蝶偏偏起舞时,为什么没有声音呢? 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吧! 当你把用竹片做成的竹蜻蜓在手中用力一搓,然后松开手,竹蜻蜓就呼的一声飞上天了, 这时我们听到的声音是竹蜻蜓在飞行时与空气的摩擦声, 但是啊,这种声音只有竹蜻蜓在每秒钟里撞二十到两万次左右时才能听到, 低于或高于这个范围,人都是听不到的, 因此,苍蝇、蚊子、蜜蜂飞行时发出声音来也是这个道理哦! 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苍蝇飞行时,每秒钟震气一百五十到两百五十次左右, 蚊子飞行时呢,每秒钟震气六百次左右, 蜜蜂飞行时啊,每秒钟震气近三百次哦! 可是,蝴蝶飞五十,每秒钟只能震气五到八次, 因此,苍蝇、蚊子、蜜蜂等昆虫飞行时总觉得有嗡嗡嗡的声音, 而蝴蝶飞五十却没有声音, 就是和人的听觉以及它们的翅膀震动频率是否能在同一个范围相关的。 感谢观看